欢迎大家收看洛杉矶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贾斯汀、特鲁多、朋友、演员和粉丝 哀到马修、佩里 ESPN在第九周后更新了大学橄榄球实力排名 周六对阵南加州大学 捷登、奥特看起来像是一个赢得海斯曼奖的候选人 知名人士因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而遭到抨击和解雇 马修、佩里在《老友记》中饰演钱德勒、冰的最佳时刻 请大家收看 贾斯汀、特鲁多、朋友、演员和粉丝 哀到马修、佩里 美联社 《老友记》中饰演钱德勒、冰的马修、佩里在54岁时去世 佩里的离世引发了社交媒体上朋友、合作演员和粉丝们的一片悼念之情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曾与佩里一同上学 他在推特上向自己的童年同学致以悼念之词 称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曾经一起玩过的操场游戏 我知道全世界的人们也不会忘记他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佩里的母亲曾在特鲁多的父亲皮埃尔 特鲁多担任加拿大总理期间担任新闻隶属 ESPN在第九周后更新了大学橄榄球实力排名 雅虎 尽管是休赛期 密歇根大学橄榄球队因NCA调查的新闻而成为头条 ESPN在周日早上更新了大学橄榄球实力排名 密歇根本赛季迄今为止取得了八胜零负的战绩 其他入选的队伍包括乔治亚州八胜名负 俄克拉和马州七胜一负 阿拉巴马州七胜一负和德克萨斯州七胜一负 周六对阵南加州大学 捷登 奥特看起来像是一个赢得海斯曼奖的候选人 雅虎 加利福尼亚金雄队在周六的比赛中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进攻球员 其中之一是来自洛杉矶的宽阶手 前四星级球员布赖恩·海特维尔 他曾在伊利诺伊大学和迈阿密大学度过了五个赛季的一部分 海特维尔作为研究生转学上还有一年的资格 希望在加州大学度过一个突破性的赛季 知名人士因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而遭到抨击和解雇 未报 因为对巴勒斯坦事务发表有争议的公开言论 一些美国知名人士受到了纪律处分 Artforum杂志的编辑的大卫 维拉斯科和A-Life学术科学期刊的迈克尔 艾森因为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近冲突发表评论而被解雇 创意艺术代理公司的高级主管马哈 达基尔转发了一个关于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Instagram故事 现在他将暂时退出领导职务 著名美国摄影师男戈尔丁和其他艺术家表示 维拉斯科被解雇后他们将不再与Artforum合作 马修 佩里在《老友记》中饰演钱德勒 宾的最佳时刻 BBC 马修 佩里因在情景喜剧《老友记》中饰演钱德勒 宾而闻名 已于54岁去世 执法部门消息人士证实 佩里在洛杉矶的家中被发现已经去世 《老友记》于1994年至2004年播出 讲述了纽约市六个朋友的生活 佩里饰演了钱德勒·宾这一角色 以他的讽刺性台词而闻名 如何在今天下午通过福克斯观看 洛杉矶公羊队对达拉斯牛仔队的比赛 雅虎 洛杉矶公羊队将在星期日迎战达拉斯牛仔队 这是一场备受期待的NFL比赛 比赛将在东部时间下午一点 在福克斯电视台播出 如果您没有电视或者福克斯电视台的访问权限 有几个流媒体选项可供选择 包括Hulu加LiveTV Fubo和Slim 这些服务提供了对福克斯 NBC CBS和ESPN等频道的访问 让您可以观看本赛季的所有NFL比赛 其他选项包括用于移动流媒体的NFL加 用于选择比赛的ESPN加 Burette TV Choice和YouTube TV 亚马逊Prime Video也会播放星期四晚上的足球比赛 与虐待者一起被困在监狱中的妇女 她们掌握着我的生命 雅虎 拉塔莎 布朗首次公开谈论了她在加利福尼亚监狱21年期间 遭受的性虐待 她在狱中至少遭受过五名矫正人员的性侵犯 她说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囚犯 我们还是女性 而且我们通过广泛的男性暴力被提醒了这一点 司法部在2011年和2012年进行的对被监禁人员的最后一次全国调查显示 大约有4.7万人在过去12个月内遭受了员工的性虐待 尽管这个数字明显低估了实际情况 加利福尼亚矫正与康复部CDCR 去年在全州范围内记录了超过800起员工性虐待的投诉 该部门关押了近4000名女性 马修 佩里 老友记的名气无法平息内心深处的恶魔 BBC 演员马修 佩里已在热门电视剧《老友记》中饰演钱德勒 《宾儿文明》 她在去年出版的《回忆录》中 坦言自己与成瘾的斗争 佩里过去曾公开谈论自己的成瘾问题 在她的书中透露 她从13岁开始喝酒 到《老友记》播出时 她已经对酒精和处方药产生依赖 佩里曾患一线炎并因服用止痛药过量 曾有一次她的合作演员詹妮福 安尼斯顿就她的成瘾问题与她进行了对话 佩里自2001年以来基本戒酒 但曾有几次复发 她是成瘾康复的倡导者 并在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布 开设了一个戒酒康复中心 《心碎的朋友》是向马修 佩里致敬的明星之一 英国独立报 《老友记》明星马修 佩里·Matthew Perry去世 享年54岁 娱乐界正在哀悼 佩里最出名的是 她在《平流层成功的情景喜剧》中 对诙谐的钱德勒冰的刻画 她于10月28日星期六 被发现死在洛杉矶的家中 这位美籍加拿大明星 死于明显的溺水 她的代表告诉NBC新闻 佩里在1994年至2004年 NBC的《老友记》的所有实际中 扮演讽刺之王钱德勒 该节目使她和其他年轻演员 詹尼弗 安尼斯顿 大卫 施维默 马特 勒布朗 毕莎 库卓 和科特尼 考克斯 一举成名 拉丁裔对于家庭 体育 传承 音乐 传统和语言的声音 《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的几位人工 分享了个人散文 以突出他们拉丁裔文化的丰富性 这些散文涵盖了各种主题 从离开自己的祖国 来到美国寻求更好生活的影响 到葬礼期间 深深感受到的家庭团结 再到对体育的热爱 和在文化符号中寻求安慰 这些散文 旨在让读者与拉丁裔文化中的经历产生共鸣 并突出许多拉丁裔人士之间的纽带 无论是通过语言 音乐 食物 还是与社会问题的共同经历 作者们邀请读者 通过他们的散文 来探索和与拉丁裔文化建立联系 在一篇散文中 作者描述了他们的父母决定离开墨西哥城 来到洛杉矶的决定 以及这个决定如何影响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意识 作者分享了每次搬到新城市时 他们如何通过食物寻找与自己文化的联系 作者承认 即使他们没有离开家园 许多人在美国也必须面对 作为拉丁裔的双重身份 另一篇散文 聚焦于作者对棒球的热爱 以及找到完美的球迷 象征的重要性 这位混血和多元文化的作者 描述了戴着波多黎个棒球帽 让他们能够展示对自己根源的自豪 而无需说一句话 这顶帽子成为了他们身份的象征 和与波多黎个传统的联系 第三篇散文 探讨了在哥斯达利加参加葬礼的经历 以及在自己的祖国经历悲伤和失去时 所感受到的扎根感和联系 作者反思了能够与祖母告别的特权 以及在悲伤时家庭团结的重要性 这篇散文突出了拉丁美洲葬礼周围 独特的文化习俗 以及有人去世时社区的及时反应 总的来说 这些散文旨在分享个人经历和故事 捕捉拉丁裔文化的丰富性 和拉丁裔人士之间的纽带 作者希望读者能够与并欣赏拉丁裔文化中的经历 和传统建立联系 马修 佩里回忆录中的七个最重要的结识 英国独立报 马修 佩里因在《老友记》中饰演钱德勒 丁儿文明 享年54岁 佩里在去世前一年 出版的自传《朋友、恋人和巨大可怕的事情》 揭示了他对独隐的斗争 和他过去的感情关系 在书中 佩里谈到了他与朱利亚、罗伯茨的六个月恋情 他在拍摄《老友记》期间的吸毒问题 以及他几次临死经历 他还透露 他的《老友记》合作演员詹妮弗 安妮斯顿曾就他的隐证找他对质 他为自己对演员基努 李维斯发表的奇怪评论道歉 佩里对酒精和止痛药的上瘾 导致他去过15次戒毒所 并经历了几次临死经历 他的隐证影响了他的体重和外貌 观众们显然可以在剧集中注意到这一点 佩里的自传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他个人斗争的机会 并揭示了他在聚光灯下所面临的挑战 马修、佩里 作为《老友记》中的钱德勒而备受喜爱的喜剧演员 坦率地谈论了他的上瘾问题 《英国每日电讯》 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 已在热门情景喜剧《老友记》中饰演钱德勒 并、Channel Bing一角而闻名 他在54岁时去世 佩里饰演的可爱而讽刺的钱德勒 使他赢得了全球观众的喜爱 并使他成为该剧中最受喜爱的角色之一 然而 在幕后 佩里与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作斗争 包括饮食失调 酗酒和对阿片类药物的依赖 尽管在《老友记》中取得了成功 但佩里发现很难与女性保持稳定的关系 经常感到孤独和孤立 佩里通往名声的旅程始于1993年 当时他参加了《老友记》中钱德勒一角的试镜 该剧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并使佩里和他的合作演员们一起成为国际巨星 然而 名声的压力对佩里造成了伤害 他转而依赖毒品和酒精来应对 他在整个剧集的拍摄期间 都在与成瘾作斗争 甚至在2004年 剧集结束后仍然如此 尽管个人的困难 佩里在《老友记》中 仍能通过准确的喜剧时机和表演 给观众留下难忘的表演 然而 这对他来说并不总是容易的 有时他的成瘾问题会影响他的工作 佩里的成瘾问题 在《老友记》结束后仍然困扰着他 但他曾试图戒除毒瘾 并多次寻求治疗 佩里的去世是对成瘾和心理健康问题 对个人造成的伤害的悲惨提醒 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拥有一切的人 也不例外 他的困境提醒人们 名声和财富并不能保证幸福和满足 佩里在《老友记》中的标志性角色 和他对全球粉丝的影响将使他的遗产永存 2024年最好的20个家庭假期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旅行社Tooly EasyJet Holidays和JetR Holidays宣布 计划在2024年提供创纪录数量的度假作为 在预定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强劲年份之后 航空公司和较小的运营商对未来一年持乐观态度 他们将新增航线和目的地 从复活节在毛里求斯享受温暖 到5月的西西里岛 夏天的塞浦路斯 10月的巴巴多斯 有各种各样的优惠 可供那些想要预定2024年阳光度假的人选择 一些重点优惠 包括在毛里求斯享受健康和温暖的体验 加利福尼亚的家庭自驾游 格林纳达的海滩地风港 以及埃及的历史之旅 其他选择包括奥地利的活动冒险 罗德岛的豪华海滩度假 和环岛冒险在基克拉迪群岛 对于那些想要提前计划10月份的人来说 选择包括在阿布扎比 享受阳光的乐趣 加勒比海的游轮 以及巴巴多斯的户外冒险 旅行社正在提供特别优惠 免费升级和其他激励措施 以确保在明年的旺季之前获得预定 保持价格低廉 吸引旅客 现在预定可以确保获得一个假期 而其他人则在争相预定2024年夏季度假 老友记明星马修 佩里的生活可以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在她的职业生涯早期 佩里因饰演喜剧系列剧 《老友记》中的钱德勒 《宾格》而一炮而红 这个角色使她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明星 并为她赢得了无数的粉丝和赞誉 佩里在剧中的表演才华和幽默感 使她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并为她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 佩里的生活并不总是光鲜亮丽 她在职业生涯的后期 陷入了药物和酒精的问题 这些问题对她的健康和个人生活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佩里公开承认 她曾经战胜了药物和酒精的依赖 并通过康复和戒酒来重建自己的生活 佩里的生活经历了许多起伏 但她始终保持着乐观和坚强的态度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决心 克服了许多困难 并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榜样 佩里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 可以从失败和挫折中重新崛起 并找到自己的幸福和成功 如今 佩里继续在演艺界发展自己的事业 并致力于帮助其他人战胜药物和酒精的问题 她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坚持和勇气的故事 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力量和复苏的可能性 英国独立报 马修 佩里已在《情景喜剧老友记》中饰演钱德勒 宾而闻名 她一生都在与饮症作斗争 佩里的酒饮问题 在她24岁时被选中出演《老友记》时开始浮出水面 到了该剧第十季结束时 她已经陷入了很多麻烦 佩里透露 由于她的隐症 她不记得拍摄该剧的三个季度 她在她的2022年回忆录朋友 恋人和那个可怕的大事中详细描述了她的挣扎 并且自那以后 她形容自己为相当健康 并且有动力帮助其他与饮症作斗争的人 巴塞罗那将调查有关 对黄马前锋维尼修斯遭受种族歧视的指控 雅虎 巴塞罗那承诺将调查任何关于种族歧视性侮辱的报告 此前黄加玛德里前锋维尼修斯 在上周六的国家德比比赛中 据称遭到球迷的辱骂 这一事件发生在维尼修斯在捕食阶段被换下场时 西甲联赛也表示将调查此事并提起相关指控 维尼修斯在过去一年中多次遭到种族歧视性侮辱 包括涉及马德里禁忌 巴利亚多利德 马略卡和巴塞罗那的事件 巴塞罗那表示将捍卫足球和体育的价值观 不容忍任何种族歧视性侮辱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新闻吧 首先 我们要悼念老友记中饰演钱德勒 丁的演员马修 佩里 他的离世引发了社交媒体上朋友 合作演员和粉丝们的一片悼念之情 连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都发表了悼念之词 称他永远不会忘记 与佩里一同度过的美好时光 佩里的母亲曾在特鲁多的父亲担任加拿大总理期间担任新闻秘书 可见他们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另一条新闻是关于大学橄榄球实力排名的更新 密歇根大学橄榄球队在NCA调查的新闻后成为头条 目前 密歇根队以八胜零负的战绩位居榜首 其他入选的队伍包括乔治亚州 俄克拉荷马州 阿拉巴马州和德克萨斯州 对于橄榄球迷来说 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好消息啊 接下来是体育新闻 加利福尼亚金雄队在周六的比赛中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进攻球员 这次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宽街手布赖恩·海特维尔 他是洛杉矶的本地人 曾在伊利诺伊大学和迈阿密大学度过了五个赛季的一部分 作为研究生转学生 他希望在加州大学度过一个突破性的赛季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他能否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展现出色的表现 我们还有一条关于美国知名人士 因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而遭到抨击和解雇的新闻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言论自由的代价是责任 无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 还是现实生活中发表什么言论 我们都应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这也提醒我们要尊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 并通过对话和辩论来解决分歧 接下来是关于洛杉矶公羊队 对达拉斯牛仔队的比赛 如果你没有电视或者福克斯电视台的访问权限 别担心 有几个流媒体选项 可以让你观看这场备受期待的比赛 你可以选择Hulu加LiveTV Fubo和Sling等服务 他们提供了对福克斯 NBC CBS和ESPN等频道的访问 还有其他选项 比如NFL加 ESPN加 DirectTV Choice 和YouTubeTV 现在 你再也不用担心错过比赛了 我们还有一条 关于在监狱中遭受性虐待的妇女的报道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碎 和令人震惊的问题 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受害者的声音 我们应该采取行动 来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尊严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为这些受虐待的妇女 争取正义和尊重 最后 我们要谈谈马修 佩里的生活 她作为老友记中钱德勒 兵的扮演者 而备受喜爱 但她的生活 并不总是光鲜亮丽 她曾经与成瘾做斗争 但她通过康复和戒酒 重新找回了自己 她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 一个人可以从失败和挫折中 重新崛起 并找到自己的幸福和成功 佩里的坚持和勇气 是我们的榜样 让我们向她致敬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 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 欢迎你们参与讨论和提问 让我们一起分享观点 交流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